Hello,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学五年级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25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题 The total mass of seven identical textbooks and three identical notebooks is 87492 grams 话说七本同样的这个test book 这是课本,课本比较重啊 和三本同样的笔记本加在一起是八千四百九十二克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列一个这样子的诗子 它其实就很类似衬衫裤子问题 7T plus 3M is 8492 grams The total mass of three such textbooks and seven such notebooks is 5408 grams 三本test book加上七本notebook是五四零八gram 然后这时候呢他要问的是什么呢 问的是What is the mass of each test book What's the mass of each test book 这道题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两个诗子先加在一起 我们会上下加在一起你会发现 十个test book再加上十本notebook 其实是多少我们先做一个精卫的 9然后这里是没有精卫 13900gram那么这时候我们两边都除以十 我们就会发现呢 一本test book加一本notebook 其实是13900gram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时候呢 最后他问What is the mass of each test book 其实他还是问的是test book test book比较多的就在这里了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诗子再乘三 三个test book加三本notebook 是13900gram乘三 我们看一看这多少个gram 3927进二 三乘三的九十一进一 4170gram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用 这前面这个地方 八四九二 八四九二 减去4170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诗子减去这一个诗子 最后是4test book 是八四九二减4170 二减零等于二 九减七等于二 四减一等于三 然后呢八减四等于四 我们的四本test book的重量就是4322gram 那么一本test book的重量是多少 4322 divide by 4 divide by 4 我们看到 1 然后呢 0 8 0.5gram 如果大家的口算不太好 我们可以用数式计算 so这道题就已经解完了 the mass of each test book is 1080.5gram 准道题 解答完毕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转发并启